北京时间9月1号凌晨,一甲第三轮进行了一场焦点战役,AC米兰坐镇正希罗球场和罗马,展开一场强强对话,首轮比赛延期,这周末二球领先却被纳布勒斯连扳三球逆转,今天回到主场AC米兰可为憋着一股气,过不齐然开场之后,他们的气势就压着三球, 接住了罗马,恰尔和奥鲁,以瓜尔都有机会,不过都未能取得进球,第三十八分钟,AC米兰前场耐心寻找机会,从右路转到中路,突然一脚斜塞,罗德里格斯杀入境区,摆脱防守后将球横传中路,凯西插上后点轻松推射得手,AC米兰1比0领先,罗马虽然场面被动,但他们的反击依然是很犀利, 下半时开场不久,他们的旧地反抢后哲科就差点攻破AC米兰大门,第57分钟AC米兰前场手球,罗马发起快速反击,左路伯德角球机会,帕斯托雷将角球拔掉进去中,一片混战中卡拉布利亚解为失误,罗马一比一半平比分, 仅仅一分钟后,AC米兰后场断球发起反击,伯纳文图拉送出一记精妙斜塞,义瓜英快速插上获得单刀球机会,换开门将奥尔森之后打入空门得手,义瓜英和队友们在开心的庆祝,罗马这边沙拉维在核裁判,表示这球跃位了, 仅才吉达在VAR确定之后,却让义瓜英越位进球取消,从VAR截图来看,义瓜英确实越位了一个脚掌,义瓜英这也是挺日闷的,自己扣场被断写些丢球,好不容易提进一球,庆祝完了,一个脚掌的越位,却让高兴化为乌有,第78分钟, 罗马也遭到和AC米兰一样的尴尬,又是脚球机会,罗马获得机会,恩宗奇中路强点头锤虽未能进攻,不过皮球落到了他的脚下,乱战中他跟上近距离,陆射得手,同样恩宗奇在和队友拍新庆祝的时候, AC米兰球员向主裁抗议,表示恩宗奇强点十手球了,通过VAR确定之后,恩宗奇是由手球嫌疑,进球同样被取消,罗马的高兴一样燕飞于分很是郁闷,一场比赛两对两立进球被取消, 而且都是在开心的庆祝之后,这或许就是VAR目前唯一的不足,比赛少了些许乐趣,眼看两轮比赛都是领先后丢分, 这次米兰却在最后一分钟爆发,以光音送出手术刀是直塞,下班时替主登场的库特罗内后排插上单刀路射的手, 这一次完完全全没有越外,AC米兰2B1绝杀也终于是找到了最后。